香港庶民音乐人周启生被警方拘捕 6月3日凌晨时分 周启生位于跑马地城河盗狱所 有邻居见到全身邋遢的周启生的13岁儿子周绝 在门口走道上徘徊 并且不断地按邻居的门铃 邻居看到后担心男童出意外 并怀疑男童被独自留在家里 于是报警 警方到场后带男童回家 周启生之后也回到住所 经警方在场调查后 周启生儿子被送院检查 而周启生则被待犯警署协助调查 最后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 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 经调查后 周启生获准以1000元保释外出 但一个月后需回警署报道 据周启生邻居孙女士电话投诉 他指责周启生疏忽照顾周杰 导致周杰经常半夜在楼梯跑 缺乏照顾只有飞庸带他上学 夜晚只有他自己在家 一年前小朋友在单位内 狂叫45分钟滋扰邻居 孙女士又报 周启生经常喝醉酒 合在凌晨打鼓 甚至将红酒瓶和饭盒 放在邻居门外 孙女士指周启生跟现任太太及女儿出外 独留周杰在家里没人照顾 她已经连续几天晚上 见到周杰半夜到街上乱跑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